圆圆满满 满圈下来的话也是一个 违赚的一个镶嵌款 很优秀 可以看得到的 血润度这一个的话 起焦的一个感觉 你不要打劲我 好啦 对 这一个 这一个就非常的优秀 现在好了没有去我们 我觉得我今天晚上 我内心要崩了 一下子卡了三回了 真的是 我的天哪 现在好了没有 我讲得好好的 突然的话就直接又卡住了 真的是 再卡两回 我把手机砸了 叫它换手机 来 觉得我们 我们这要来欣赏一下 太好看了 而且那是焦宁新装的一个洋绿色的一个底装 很好看 很漂亮 整个料子的一个水润度 这些话 非常的优秀 你知道吗 嗯 没关系 我觉得我把手机砸了 我就可以明天说 你不用来了 你把手机砸了 来来干啥 真的 我真的讨厌它 老是卡 你知道吗 老是关键的时候掉链子 然后就卡一下 这样 这样的话 我就觉得 我是要炸了 你知道吧 嗯 像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感觉一下 它的一个水润度的一个冰胶感 整个料子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透手感的一个味道 开了天窗的 我这个 平平安安圆圆满满的一个 浴浴在这上面 也是非常优秀 而且这个尺寸的话 也是比较大的 一个大吊坠的一个款式 大吊坠的一个款式 26.1 26.1 厚度的话 是在我们的一个 3.94厘的一个 对 3.9到4之间的一个尺寸 妥妥的优秀 这个 3.9厘的厚度 美吧 满满的一个胶感 在这个上面 胶原蛋白的一个味道 在这个上面 优秀 其次的话 您可以感觉一下 它里面完全没有 精体颗粒感 肉质的一个细腻度 它是一个老坑老料 其实你们看得多的时候呢 你们就会分得出来 老坑料的一个感觉 跟其他的一些 普通料的一个感觉的话 也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所以呢 却我们是可以看得到 对 胶感十足 妥妥的一个胶感十足 在这上面 而且水头特别好 它总够老了 所以呢 才会有一个起胶的一个现象 好多料子的话 说实在的 起冰容易起胶 心坑料的话 它的冰感会比较足 但是它不会有一个胶感 给到你们 而且心坑料的话 您戴久了 它会容易变种 变种的话 就会发黄发黑这些 那你戴这些的话 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因为它是老坑老料 总够老的一个前提 它就会越戴越润 越戴越漂亮 越戴越好看 所以呢我们要选一些 种老的料子去购买 所以我们都可以多看一看 那种的一个分别的话 是怎么样去分辨呢 那可以通过它的一个 精体颗粒感 就翡翠里面的种的话 它就是指它的一个 精体颗粒的一个结合 它的一个粗细的一个感觉 越细腻 它就越好 它的一个种的话 越老 它的一个感觉的 它就会有一个起焦的一个感觉 如果说种不够的话 它的焦感是完全呈现不出来的 只能显示一个糯种 或者说连糯种都不到 它精体颗粒粗的话 它就是一个糯种都不到的一个种水了 所以说呢 我们的卷我们是可以分辨一下 分辨一下 现在的话卷我们都可以多看多学 多看多学 包括像这个的话 它是我们的一个 冰冰焦焦的一个 种老肉气起焦的一个料子 品质很优秀 品质很优秀 慢慢的来欣赏一下 看一看我们这些类型 好看吧 然后呢 其次的话 再给大家看看其他的 好料子的话特别的多 好料子的话特别的多 像这个的话 就是一个平平安安圆圆满满的一个鱼 而且呢 上面的话 是一个好像的一个微箱款 满圈下来的话 都有壮壮的一个 简简单单大方的一个 款式哈 简单大方的一个款式 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马鞍戒 给大家来 男士来一个戒指 看一看 咱家的大哥 咱家的大哥需要马鞍戒 冰羊绿的话 这一个的话一定要入手啊 这个我们家的确 我们就可以入手一个 这个的话是一个 洑团